古道的学者徐如林 过去汉先生杨南俊 用一生的热情是走遍了台湾的高山 杨南俊、徐如林夫妇 花了30年研究八通关越林古道 还出书描述了布农族抗日的事迹 今年的7月初 卓西登山协会是邀请了徐如林 一同前往八通关越林古道 七天六夜 由南投县的东浦进去 再从花莲南安出来 过程当中协会几位祥导 有带着老师的著作 而最后的拉比勇等书 就是希望可以来到现场 听老师口述当时所发生的事情 沿路徐如林 不仅是回想起过去和杨南俊 以及多位协助调查的布农族协作 还说走了五次的全段八通关越林古道 路段是越来越不好走了 只希望政府能够重视 这条既是生态丰富的森林步道 更是充满历史的古道 能够好好的来维护 平成六点多 背着将近有十公斤重的背包 手上拿着登山杖 戴着帽子跟着队伍抢前进 每个人的角色不同 背的重量也不一样 这是卓西登山协会七月初进行的 踏查行程 就是走这一条布农族部落起源 以及布罗迁移的八通关越林古道 八通关越道路位在台湾中部地带 东西横跨花莲南投两线 东从玉里西起东谱 东段与西段都在大水窟 也就是周庭界接通为终点 也是全线最高点 路线贯穿了整个玉山国家公园 这次卓西登山协会 从南投的东部进去 花莲南安出去 而比较特别的是 这次六天七夜行程 邀请到了古道专家 长期研究八通关越林古道的徐如林老师 一起再次踏上这条古道 沿路上边走边听故事 陈友兰西是左嘴西的源头 老农西是高平西的源头 也就是说台湾这两个最大的河系 他们的源头是在这里交汇的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金门栋那个大段 非常的严重 因为陈友兰西的那个下切的力量比较大 那他一直切一直往里面 哇一直崩就继续往前 所以八通关草原会越来越被陈友兰西吃掉 将来有一天呢 他会吃到老农西的源流那边 就会把老农西源流洗夺过来 这个是未来不晓什么时候会发生 可是这个是现在是进行事 周西江登山协会为了之后 要开设这条八通关 越陵古道这条路线的行程 所以有十五位的当地协作 向导一起报名参加六天七夜的踏场 更是邀请到了考古研究人员 古道专家 花年线文化局承办人员 等人共同上山 一起来进行这条道路的文化交流 所以我们就少了像杨老师那时候 这么困苦调查的过程 对啊我们就相对来讲顺利很多 在他们之前 玉山国家公园 他们有在派向那个阿广还什么 就跟我们第一次走一次的人 也因为这次是从南投的东埔出发 随八通关的西段 有邀请到南投的资深协作 来分享这条路线与当地布农族的关系 我们的祖先就没有在这里了 我们就就牵到这 从水里之后就牵到这边来了 所以那时候也跟我阿公每次去打猎的时候 就他就跟我们讲 这是我们那个那个什么 五双桥上来都是我们郡色群的 然后往下是卵色群的 在单色群的 所以不管我们台湾的哪一个地区的布农族 要寻根都会寻到这边来 小五哥说过去也都有跟阿公一起上山打猎 也听过很多的布农族迁徙的故事 所以自己才会投入登山相关的工作 希望带着山友更认识布农族的文化跟历史 由于这条古道附近有很多不同氏族的家屋旧遗址 比较自舍的祥岛以及协作都也有听过非常多的故事 大家也都停下脚步放下背包 共同分享 我最感动刚刚阿老师你讲的是 他老婆的那个精神 我救他 我这个其老跟我讲是他请三天 他就梦到了 说一定会有出这个事情 他好像出来 他不出来也不行 就这样子我有听到的 七天六月的行程 第四天就到了南投与花莲的交界处大水窟 原本身心疲惫 但是看到山冷美景 大家都放松的拍照留念 这里也是全县的最高处 非常清楚可以看到清朝古道 以及八通关古道的交界处 非常美丽的时空交错感 从清朝的路跟日本路在这边呢 一直交错缠绵嘛 昨天还没有到南营地 它是在上面这样下来的 那这里又从下面上来 交错好几次可是到这里之后呢 从此就分手了 这一点就是他们的分手的地点 根据学者林一红的实地踏场 包括各支县的住宅所 寒记在内 东段总共设置了46座的住宅所 一行人也陆续来到了大分住宅所 这里的弹药库外观保存良好 第七天终于走到花莲的南安 不过这趟路线团员都表示 越来越不好走了 已经走过五次的许如宁说 大自然的力量不能疏忽 也是非常难预料的 心里虽然感伤 但是也认为 这一次是他最后一次走 八通关古道了 这是我第五次走 日本时代的八通关越岭的全程 那以我的感觉是 路况一年比一年坏 虽然运山国家公园 曾经有一次的整修 那做了很多新的吊桥跟站桥 让一些困难地形容易通过 可是我可以感觉到 大自然好像正在回收他的地盘 所以有一些地方 分落得非常的严重 甚至有到危险的状况 那可是终于还是活着走过来了 对还蛮高兴的 这可能是我一生中 最后一次走八通关越岭道 说起来有点高兴 有点感伤 因为人是会老的 那不过这个八通关越岭道的那个历史 我想是不管怎么样 道路将来撞后 怎样会一直在所有的布农族 还有其他人的心目中 都一直永远地传扬下去 不管是古道专家 还是考古团队当地的向导的分享 卓西登山协会表示 这就是他们办理 踏查形成最主要的目的 不只是要学习如何说故事 更是要加强自己本身的认同感 记者综合报道